臭道士 你凭什么请我上来 张三 带着冤仇的游魂野鬼是永不转临的 你这么做又何苦呢 他老爸害了我绝子绝孙 我也要他跟我一样绝子绝孙 我们赌一把 怎么赌 明天六点之前如果你杀不了他 那么你以后都不可以再害他 你一个晚上能守着他吗 不是 我会袖手旁观 好 一言为定 原来变成青头鬼的张三 早就买通了阴间的鬼差 想让他们前来找阿伟索命 而法师见状也并没有乱了阵脚 他先是让阿伟回到自家的老宅 因为阿伟的祖先为了延续香火 多多少少也会庇佑他们的子孙 并且还在这里 布下了九色柴气四大阵法 之后法师又告诉众人 鬼差的身体十分轻盈 所以必须要在四周杀满相会 才能观察到他们的终结 而且鬼差十分喜欢打麻将 只要以此让他把把营 会引到隔日的天亮 就能救活阿伟一命 但途中万一出现状况 就要赶紧利用羊枝甘露 避他现行 再不行的话 就只能用青龙刀消灭他 果然到了午夜十分 鬼差架着一阵银风道来 而他真的对其他事物不感兴趣 唯独喜欢的就是打麻将 于是几人趁机 和鬼差打起了麻将 而他们心想 只要按照法师之前的叮嘱 一直让鬼差赢到天亮 就能确保万无一时 但途中却偏偏遇遇到了猪队友 胡了 七一字 我也可以胡了 你干什么 我十三腰一万兰的胡啊 大爷 你胡什么 你让他胡 我一辈子也没胡过十三腰啊 我先胡的 你鬼大爷你 然而这时的鬼差博然大怒 一把掀翻了麻将桌 众人见状 赶忙朝着鬼差 泼上了羊枝甘露 就这样 鬼差顿时现出了原形 随后他便伸出利爪 想要找阿伟索命 危机时刻 幸好母亲及时挥出手里的青龙刀 瞬间就将鬼差劈成了两半 但奈何鬼差拥有不死之躯 下一秒就恢复了原形 然而就在鬼差 即将勾走阿伟的魂破时 幸好屋外突然传来了鸡叫 自以为天亮的鬼差只能逃之夭夭 但殊不知 这其实是众人的小把戏 事后众人本以为 就此逃过一劫 但万万没有想到 不死心的青头鬼 竟偷偷地打开了地狱之门 想要借此将阿伟拖进阴草地府 关键时刻 还是小雪死死地抓住了阿伟 可随后一股鲜血突然喷出 青头鬼的鬼魂顿时现身在了面前 接着青头鬼便要挥刀 弹断小雪的手臂 但尖刀挥出去的一瞬间 竟离奇地变成了一张纸片 原来刚才是身后的法师出面主拦 眼看青头鬼想要强行扭转时间 所以法师也只好拼尽全力阻止 但因为双方实力悬殊 法师也很快被青头鬼打倒在地 就在青头鬼即将对阿伟下手时 阿伟家的猎主猎中突然发光显灵 直接就给法师注入了无尽的法力 随后在祖先的配合下 阿伟和小雪瞬间朝青头鬼射出了致命一击 就这样青头鬼被三位真火烧得魂飞破散 而阿伟身上的酱头也因此消失不见 故事的最后 阿伟和小雪终于过上了没羞没少的生活 以后啊还更不能接近女人了 不是鬼不准 是我不准 我们下 complicated女人了 其后 我们下词的 我们下词 不下词 我们下词